近日,随着波斯湾派与硝烟弥漫,伊朗终于开始向美军做出强烈反应了。 据阿拉伯通讯社报道,此进入7月份起,伊朗正式警告,驻扎在海峡地区的美军航母战斗群若不迅速撤离必将严惩,而美国方面态度更加坚决,特朗普对媒体表示,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,否则伊朗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后果。 而伊朗总理鲁哈尼则警告美军,小心点,任何船只都有可能沉没在大洋上,其中包括美军航母,双方针尖对麦芒的放狠话,令海湾地区充满了战争的味道。 截止到7月28日,伊朗已经向美军采取了至少次个办法,驱逐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美军航母战斗群。 方法一,在波斯湾海域实施试探军事野袭,警告美军如不放弃封锁波斯湾,那么伊朗也将全面封锁波斯湾海域,令海湾石油都无法出口。 方法二,使用导弹威慑,三枚导弹直接低空,掠过美军航母战斗群附近上空。 方法三,陆基导弹威胁,伊朗军风透露消息撤,至少有上千枚导弹,瞄准了海峡附近,随时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空袭。 方法四,派遣快艇实施突破驱逐,逼迫美军航母战斗群向后撤离。 不过,这些方法虽然短时间内奏效,但因无法对美军战舰编队采取进攻形态。 截止到目前,美军航母战斗群仍然没有放弃,对伊朗的海上封锁。 这意味着美国这次下了大决心,在伊朗使出各种杀手锏后,仍然能够应付自主。 有一,朗消息人士指出,伊朗国会已经就是否采取武力措施,对美军航母采取行动进行讨论。 而此前伊朗军方高官透露的使用导弹攻击的方式,也被列入了进攻的主要手段。 纳入伊朗国会议案讨论的范围,很显然,逼不得已的伊朗。 恐怕真的要使用武力,才有可能让美军在波斯湾的行动作出退让,否则伊朗恐怕难以解决石油带来的经济危机。 而意识到了伊朗也被逼入墙角,随时有可能采取武力行动时,美军方面再次做出更加强硬的做法。 去美联社公布消息称,在当地时间7月29日,美军出动了一支以两栖攻击舰为首的舰队,包括埃塞克4号两栖攻击舰,安克雷奇号两栖船物运输舰,以及拉什莫尔号船物登陆舰等。 这些部队将全面进驻波斯湾,防止伊朗使用武力搬连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塞克推众表示,如果伊朗不答应条件,那就必如死刑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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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